其實怎麼看這個終極聯盟 你們是否覺得這個所謂的組織都是 惠惠惠等投降 我覺得這個是中央統戰的一個成功的法例 很明顯是 但是你覺不覺得正正是因為有五區公投這個運動 與此同時就逼了他們走一條較溫和的路 其實對於整個民主發展反而是有好處 我們有什麼權逼人啊 形勢上是逼了 我們現在被逼上梁山 我們現在被逼到失業 我現在失業老年了 你不是老年 我只是失業 其實光譜是很大的方法 亦都很多 我想我們都沒有什麼能力去逼任何人 而且我們都相信香港人 所以我們才決定做五區公投運動 我們現在都看到 當初我們有看到很多不同的聲音的朋友 都是就民主發展 有心的朋友都加入了普選大聯盟 但是現在漸漸發展是怎樣呢 我都會有疑惑 當天拍照都舉了手 究竟現在的朋友 就著他近日的底線的發展 就是那個改變 或者是疑似改變 他們的立場 或者他們的堅積 還是不是這樣合作下去呢 這個我們都很想慢慢了解 還有你看看這個終極普選大聯盟 說是大聯盟 其實是一個萎縮的政治利益結合 或者是中共統戰下一個結合 因為你看看過去80年代 爭取這個普選 190方案那個年代 我自己看190方案的聯署人 這個終極普選大聯盟 很多人都是當年190方案的簽署人 那你暫晚二十幾年 超過二十年以上 那時候190方案 最大約有190代表性的人士 還有代表的團體 是很多不同宗教 包括基督教 天主教 很多方面的教會的人士 包括有地區團體的人士 包括有教育界的人士 包括有基層組織的代表 即是來自各方面的 當年190的主張是什麼 八百直選 八百直選 即是最主要的 你見到那時候 還有之後很多年 主要是同一班人 是組合爭取普選的 但是你現在這個 所謂終極大聯盟 如果跟190方案那時候比 哇大哥 是縮到沒得再縮 大什麼聯盟 190的時候 都不敢叫大聯盟 你現在縮到一個 只剩下幾棟油 差別相查方案 更少於反對相查方案的人士 那時候的組合 是吧 那你變了 這個大聯盟 其實我覺得 如果這班人 能夠代表香港人 去跟爺爺談判的話 這個是香港的不幸 我想好像你這樣說談判就可以了 正正正 不是說數 是經數 先問一下大牛 因為我看一些報道 何俊仁自己就說 他建議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透過新增的區議會界別議席 令到更多人參與功能組別選舉投票 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席比例 應該是5比3或者2比1 你比較熟悉何俊仁 他是不是都河蟹了 其實他亦都退 何俊仁 我很同情他 我想他的心想加上我 入我們這裡辭職 因為早前我也跟他談過 民主黨未作決定之前 或者華叔未反台之前 何俊仁個人都很想代表民主派辭職 參與這個公投 作為黨主席 他沒有什麼個人意願 最後就被迫跟黨的立場 他既然做得黨主席 何俊仁是個君子 他既然做得黨主席 黨作了這個決定 他一定要跟從黨的指示 除非退會 在這個階段他又覺得 沒有這樣的需要 就是以你認識的 他都應該是 自己私底下 想參與5區公投這個活動 但是發展到今天 他已經沒有個人意願 所以 他都逼上梁山 可能被迫發達 你怎麼知道 另外一個梁山 我們就上梁山 他可能被迫發達 我們下了梁山 沒有糧出 現在就下了 現在 補選就定在5月16日舉行 這次剛剛說的財政預算案 就把補選經費連繫一次 捆綁式推出 你覺得那些建制派仍然在吵 說應該分開處理 你覺得他們純粹是為了自己不甘心 想玩的東西 還是怎樣養這件事 其實有什麼必要幫你們炒熱件事 其實 我不太明白 我想他們不是想炒熱的 我想他們想用任何渠道方法 用來抹黑打壓 扭曲 唱衰 這個5區公投的運動 我想他們會掌握任何機會 跟香港市民說 這些傢伙搞亂香港的浪費工帑 哇 669億 高鐵的時候又不見他們說浪費工帑 那他支持 是呀 拍心口 669億 你現在是支持廣東、廣州的人來香港 文化中心看完這個Opera 我們支座看完Opera 然後他們就乘車上去 11點鐘就乘車上廣州 大佬 我們要支座看這個歌劇 然後支座完去看歌劇 要支座他們坐高速鐵路回家 大佬 整個669億個高鐵就是做這件事 所以真是荒謬絕倫 你覺得他們純粹是打壓的 中盡方法吵就吵 順便和阿爺領功 拆鞋子就是最喜歡的 其實在街上罵得最多 就說你浪費錢 無論什麼歲數 總之第一件事走過來 多數罵你浪費錢 所以我想他都要代表他的選民化聲 不知道誰搞誰 不過我想都是大家 像你所說幹什麼事 還要幫我們奔興他 五月十六號 今天上網看 有些網民找到 五月十六號原來是大躍進發起那天 不是文甲 文甲 文甲並大躍進 五月十六號通知 五月十六號通知 我不知道我看網友是這樣看 其實長毛跟記者提過這件事 結果只有南華早報有說到 有什麼含意這樣 巧合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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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五月十六社論 巧合來的 大舊問你可能清楚一點 現在政府說用三百萬去宣傳補選 或者公投 三百萬其實是不是一直都在用這個經費 這個我不知道 他不同的期間的宣傳費的比例上是不同的 巧合來的 但是我覺得這次他沒有什麼需要 放這麼多進去做宣傳 其實我覺得越少越好 因為那些 如果政府做宣傳一定對我們不利 巧合來的 巧合來的 為什麼這麼說 嘩 去政府做宣傳 特首都說了 叫人不要去投票 是吧 遲些可能 曾德成說了 他不會去投票 遲些可能呼籲或者公務員不會去投票 這樣的政府主導的宣傳 對我們五區公投會有什麼好處 當然啦 然後政府宣傳就說 這個是補選不是公投的 那他一定是宣傳出來 叫大家去參與這個補選投票日的 嘩 未必喔 那你 但如果投票率就要緊要 壞鬼 政府不會幫你逼投票率的 這個問題是 那他那個宣傳 他那個宣傳一定是有些特別的政治目的 他才會做宣傳的 如果他的宣傳是鼓勵人去投票 阿爺刮他兩巴 林瑞麟會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一定不會的 所以如果政府擺錢去做宣傳 九成九那個宣傳 一定是對我們負面的 他如果是一個基本的宣傳 他有些事情必須要做 可能簡單提一提 那你做那個基本宣傳就算了 不要大肆宣傳了 麻煩你 那我想 我們都是期望他會做他自己的本份 不是的 他隨便叫你誰不要去投票 或者他有什麼隱含的意義 他都是犯法的 不會的 譬如他說 他不是公投 他不犯法的 但這個事實是補選 我知道 但我們經常強調是公投 如果政府給了數以百萬 甚至千萬去做這個宣傳 這個是補選不是公投的話 那就逆了我們 你老公仔 哇